大家好,三福天正是吃马齿馅的时候,大家看一下 颜色鲜嫩肥美 今天去小菜园里面拔了这么多马齿馅 大家都知道马齿馅的营养非常的高 常吃对身体好处非常多 今天我们就利用马齿馅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吃又美味的做法 饭店都吃不到呀 我家一周吃八次都不腻的那种做法 首先我们先把摘回来的马齿馅先给它淘洗干净 放到秋水里面 加入8000粒白色的食用盐 下手给它洗一下 这里加入食用盐 有很好的消毒杀菌去充满的好处 然后就像这样,反复的给它多清洗两面 洗掉别面的灰尘和脏东西 洗好之后给它捞出来 放到流水下面再清洗两边 下面锅中加水烧开 倒入这样的食用油护色 把洗干净的马齿馅放到里面给它焯一下水 去除里面的草酸 我们在给马齿馅焯水的时候 时间不要太长 焯个10秒钟左右就可以了 再用罩里把它捞出来 控干水分备用 再放在案板上面改刀给它切成小丁 等马齿馅改好刀之后 装在一个大点的盆中 加入0.2克的食用碱 用筷子搅拌均匀 这样可以防止马齿馅变色 接着再加入4克的酵母粉 用筷子给它搅拌均匀 下面我们分少量多次的往里面倒入300克的面粉 边倒边用筷子搅拌 搅拌均匀之后 再分少量多次的往里面倒入适量的清水 边倒边用筷子搅拌 如果家里面没有水的话 我们也可以用牛奶来代替 全部搅至大学上之后 然后洗干净小手 下手把的揉成面团 我们一直把面团揉成一个稍微偏软的光滑面团 看一下 这个状态就可以了 继续给它放回盆中 表面抹入适量的食用油防粘 最后我们再盖上一层保鲜膜 防止外皮风干 放到温暖的地方进行发酵30分钟 趁这个时间 我们准备点香葱切成葱花 放入小碗中 加入两勺自制椒盐 一勺辣椒粉 再盖上一勺滚烫的热油 其他的清香味 再用筷子充分把它拌匀 搅拌均匀之后 放一旁冷凉备用 哇真的是满无飘香啊 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面团已经发了 现在的温度非常的高 35度 20分钟都已经发满盆了 非常的漂亮啊 满是蜂窝组织 像这样就说明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把面团给它取出来 放在案板上面 继续给它揉一下 揉匀揉光 最后把它折腻成一个圆形 面板上面撒入适量的干面粉防粘 再把面团放上来 表面也撒一点 用手轻轻的按扁 接着再用擀面状把它擀开 擀成一个长方形的大厚片 擀好之后大家看一下 下视频中这样就可以了 0.3厘米 接着把我们调好的这个料 给它均匀地铺到上面 再用勺子给它均匀地涂开 全部铺匀之后 然后我们再从一头 慢慢地给它卷过来 卷到最后的时候 把收口柱给它放到下面 然后再把它捋整齐 再把它切成大小短份的剂子 切好的生胚全部均匀地给它摆到笼梯中 每个生胚之间给它留够最的空间 然后盖上盖子 放在这里再二次醒发10分钟 发指所有的生胚体积明显变大 并且用手按压可以快速回弹 像这样就说明发好了 盖上盖子大火烧开 煞气即时蒸15分钟 好了之后再焖上一分钟 就可以享用美食了 时间到了之后 放在这里焖了两分钟 接下来我们打开盖子看一下 真的是太香了 打开之后 一股淡淡的麻指线的清香味 扑面而来 看一下 蓬松又渲染 麻指线颜色也非常的漂亮 像这样就说明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给它盖出来 放入盘中 这样就可以了 大家看一下 真的是色香味俱全 蓬松求渲染 层层裹着馅料 真的是一层太香了 一层更比一层香了 看下这个红红的颜色 真的是特别的诱人 我们再掰开来看一下里面 那味道别提多香了 哇,真正是太好吃了 香辣又开胃 松软咸香 一股淡淡的葱花的香味 还有麻翅馅的香 那味道别提多爽了 尝尝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呀 是不是非常的馋人 这样做的麻翅馅菜卷 出锅连吃八个都不过瘾 我们也可以头一天晚上和面 放到冰箱冷藏发酵一个晚上 早上几分钟就能搞定全家人的早餐 大人小孩都特别喜欢吃 比包子油条简单 比馅饼还要香哦 因为是发面的 非常的容易好消化 非常适合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吃 如果你也喜欢麻翅馅的这个做法的话 就收藏起来做给家人尝尝吧 真的是太香了 吃了半辈子的麻翅馅 这种做法真的是第一次见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你的观看与支持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